MEDA LAB 成员之一的旅迷秀 我是MEDA LAB 的成员之一的旅迷秀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使用Monai做Cursification的一些步骤 首先一开始我们要先安装这个叫做Monai的套件 还有一个叫做OpenCV的套件 然后就是执行这个之后就可以安装 然后在安装完之后我们就是把这些 等一下会用到一些相关档件都先 import进来 Monai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套件 然后CV2的话就是那个OpenCV 然后再一些Waste图的 然后认算的跟一些档案处理的套件都先 import进来 然后再来我们会先载一个范例资料机 就是里面就包含了一些影像 那一样就是执行这一行之后就会 就会帮你下载然后并解压缩 然后最后你在你的左边这边的档案就看得到 这里有一个新的资料夹 里面就有各个种类的图片 好 那我们就是先把这些图片先做一些处理 方便我们等一下进行训练 首先我们就先设定一下我们的影像资料夹的目录 然后我这边就使用一个Python的一个bit里面的for的语法 然后就是这里面就可以把所有的里面的档案列出来 然后同时再判断说它是不是一个资料夹长 所以这边就会列出这几个这几个人名称这样 那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所以我这个把它pin出来 好 那再来的话我是要把那个资料夹的它的真实路径也把它存下来 就是使用跟刚刚的同样的语法 然后在这里多加一个 βdir 把它的整个路径重新把它还原出来这样 那这是最后的结果 在下面这边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这有六个资料夹 跟名称是什么 然后这我就是把里面的档案都要列出来 然后看一下大概有多少个档案这样 好 所以我这边用到跟上面一样的一把 就是我在这边多加一个sort 就让它照0000然后往上排这样 好 然后这里最后我就是把它做的结果秀出来 你有看到第一类的在这个CSR的胶架里面有1万张 然后它的档案的名称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这里1万张 1万张 然后最后一个是8954张这样 好 然后之后我就要把全部的资料混在一起 然后等下再来做训练 首先我第一个是要把它们通通放成一个 有可能5万多的一个list 5万多长度的list这样 所以就现在两个档的list 准备把它一下放进去 我就把全部的东西用一个forward圈 这些就一个一个的list 然后就extend 进去10这个list 然后同时我要生成label 就是说我第一个的这个label 就把它标成0 这个label就叫1 这个label就叫2 这个label就叫3 这个label就叫4 这个就叫5这样 好 所以我最后生成的结果就是 我这就列出了13个 这边 因为刚刚有照顺去排 而且还没打算出去长这个样子 然后它的label就叫000这样 就是第一个是0 就是逆增还是0这样 那总共有5万8千多张影像 好 那下一步我是把这张影像就绣出来看 那我就先看一下大概有几个 然后就生成一个n 然后之后生成一个画布 等一下我用来填影像进来 一个3x3的画布 然后这我就把它影像 我就随机生成9个 9个随机数 然后就叫做是k 然后就是我就随机挑9张出来 然后也把label image跟label都拿出来 然后就把它image就把它秀出来 然后用灰阶显示 这个是color map 就是要用黑白图片的样子来显示这样 然后下面这边就是把我这个label的名称印出来 跟label的编号也印出来这样 那你就会看到第一张影像是这个 csr 然后它的label名称是0 然后第二个是tracect 它的label是1 这样 然后这就有几张影像 然后我们这次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请你给我一张影像 请你分出它是哪一类的影像 这样 就是做一个这样的分类任务 所以里面就会有6个种类 所以就是这5万多张 就要把它通通分成 分到6类里面这样 好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training的流程 那training的流程第一步就是 然后先把我的资料做切分 然后我这里的话 我就切成一个叫training training的dataset 然后radation的dataset跟tet的dataset 然后比例我这里就跳0.8 0.1 0.1这样 然后training就是用来 用来调整那些wait的 的资料 然后radation就是 通常是用来控制说 你这个training过程什么时候 要来调整资料 它不会用来调整wait 它是用来决定说 什么时候你的training要结束的 一个一部分的资料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 你最终检验model的时候 你要用的这份资料集 这样 好 那一开始我先生成一个datalist 这就是一个长度5万多的datalist 我就把image跟label 就把它合在一起放 这是一个list 然后里面有很多dictionary 然后就for一个5万多个元素的围圈这样 然后就把它shuffle 把它打乱这样 然后我这边就把前三个印出来给大家看 那前两个就是这个 你看到label 第二个image 跟第三个image 跟它的label这样 好 那我这里打乱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正式切 我的trainingdatalist addition datalist 这样 这样 那你就看到三个长度 一个是47000 5800 5800 这样 那到这边 我们资料集大概就切好了 那下一个步骤就是要定义说 当你一个资料进来 你要进行哪些的前处理 所以这里就是从monet的这个transform 含字库里面 你用一些你会你想要使用的 例如说我这个load image 就是从把你的影像路径转成影像的盘数 然后再来是调整亮度 然后可能随机旋转 随机翻转 随机缩放你的影像这样 然后还有一些转换形态的 例如说你暗地转成floor 我这边是把一个叫做floor的东西 转成一个叫做tensor的一个 资料形态这样 那还有可能你读档 竟然会有很多你不必要的东西 然后这边就是选一部分的 一部分的元素这样 就是一些辅助的函数这样 等一下会再介绍 然后再来是从monet的datamate 引入dataset跟dataloader 那第一步骤就是我要先定一个training的transform 就是一开始我们image进来 image进来会是一个影像的路径 那影像的路径 我们必须先把它转成一张影像 所以我一开始先使用这个load imageD 然后这边key就可以指定说我要对image来使用 然后我就只要把image读进来 那些额外的附加质讯就不要了 例如说答案代表或是答案格式那些附加讯就不要 所以这边就是对image这个key来读 读影像 然后只读image进来这样 然后那这边读进来的影像就会是一个64x64的矩阵这样 然后再来我必须做一个add channel的动作 因为那个monet里面的transform 它通常是假设你的影像是c就是有channel 然后再来是hw就是高度跟宽度的影像这样 就是c hw这样 这是通常是一个channel的 像如果这是黑板影像通常就是1 然后彩色影像可能就是3这样 所以我这边就是替它调整一下形状 之后做后续的处理才不会有问题这样 然后再下一步就是我把影像量都调成0到1 那这边就是随机旋转影像的角度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去调整说 你的旋转范围跟你有可能50%的机器去旋转 然后旋转之后那你影像的大小要不要改变这样 然后跟要不要翻转 然后跟要不要缩放这张影像这样 就如果你有设这个的话 你影像的时候就会突然大一点 或者是突然小一点这样 然后最后的话是把你的资料转成一个 叫做tensor的资料形态 你要转成tensor才能去使用最下来的model 就是这不通常是必要的 然后最后就是把一些不必要的 那些不必要都把它去掉 所以我就只选image跟label 因为在上面产生的过程上 它会生成很多附带的资讯 它一样会存在这个过程 然后但是那些不选你就可以 在最后一步就 你就选用这个select items 然后你就只选你要的这样 避免之后会发生一些错误 或是浪费空间这样 然后那在validation这部分的话 你就只要载入影像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形状 然后亮度to tensor 然后select items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上面这些随机的过程这样 随机的过程主要是辅助training时候 就让资料看起来多变一点 做data augmentation 资料扩张的不重 那validation你就可以不用做 然后再来是这里 会需要做一个叫 那个 你image输出之后 你要把它转成one hard encoding的过程中 你会需要的一些动作 这里我会选择一个叫做 选择一个叫soul mass的activation function 然后跟一个叫to one hard的一个function 它就可以把你输出了label 比如说它可能输出0123 然后它就可以把你转成 之前提到过的这个one hard encoding 那在你全面有定义好trainingdataset 跟training程式forms之后 你就可以使用mona里面的这个dataset 然后就直接这样定义出一个trainingds adationds kds 然后之后再使用这个trainingloader 这个trainingloader就可以帮助你使用多指形去去 运算这样 例如说你这里就是tetarloader 然后你就可以搬着这些设计放进来 那你就可以设定你一个batch要多大 然后跟你在每次读资料进来 你要不要shuffle 然后跟你要用几颗CPU去读 例如说你这里可以调1就是用一颗CPU去读 或是调10就是用10颗CPU去读这样 然后validation也是 然后tetarloader也是这样 然后如果你的影像不一样大小的话 有时候这个batch size是会设成1 因为如果形状不一样的话 其实没办法放在同一个batch里面这样 所以这个到底是要调1或是调300 其实有时候就要看你的情况 那我就觉得因为我影像都一样大 所以我这边就调300 这样 好 那 那这里的话我就是显示一下用trainingDS 就是这个dita set 把影像读出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我先生成一个33的画布 那我就是从这个trainingDS 一直去读影像 例如说我就拿第12章 然后一直去把影像拿出来 所以他就会一直经过说前面的那些 调整调整量 读影像调整亮度的那些过程 然后还有旋转翻转之类的缩放的过程 所以你就会看虽然都会同一张影像 但是他们的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旋转或缩放 这样 就是这个就是 我们前面这样定义好training training 然后定义好这个data set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一直 重复读取 同一个档案 然后他每次都会突出不一样的元素出来这样 好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定义 比如说我们要使用什么的neural network 跟什么样的artemizer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是使用一个叫做 danceNet121的network来做 那这里的话也有一些 算是硬体上的细节需要去处理 就是这里就必须设定说 如果你有用GPU的话 那你这边就是写 cuda 这样 好 就设定说你要使用 例如说d0这样GPU 好 然后接着你就是设定你的model 那我这边就是用danceNet121 那我就要设定说输入的维度是 是影像 所以是二维 如果你是CTR可能就是三维这样 然后还有输入的channel 就是如果我是黑白图片 那我的channel就是1 彩色图片可能就是3这样 然后还有输出你要输出几个channel 就说我分六类 我就希望它输出六个channel这样 然后定义好之后 就是把它放到GPU的memory里面 好 然后再来是定义的lose function 我这里就用最常见的 Course and Entropy Lose来做 然后还有Ultimizer 我这边就是使用一个常见的Aden 然后那它要去更新model 里面所有的参数 然后还有它的lending layer要设成 1的-5次方这样 然后这边就设定固定数 固定数就是跑4次这样 就是training4次之后它就停止 然后最后一个是 我可能每次做 每次train完 可能4万多张以上 就是一个approach之后 我就要算一下 可能AUC是多少这样 好 那定义好这些之后 就可以正式的进行model training 那一开始的话 我们这里会有几个值 就是用来记录说最好的结果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forvertrain 然后一些提示讯息 然后之后就是在这个以后 它就会把这些model的位 model里面的数值 把它变成可以调整的 成model training 然后之后就是我们会使用刚刚的training loader 从里面拿出 例如说拿出300张影像 然后再从这个pitch data 拿出image 然后丢到GPU里面 然后刚刚拿出label 那挑一项形状 然后丢到GPU里面 丢到image跟label 然后之后就 你要先把artimizer 它之前算出来的gradient 先归零 就之前你可能会算出一些数值嘛 但是你要先把它归零 然后之后再去重新算新的 你就先去让model 把image inference出来一个output 然后这个output 再跟真实的label算出loss 那再用这个loss去算出新的gradient 对 对 就是你先算出loss 然后用loss backward 算出新的gradient 然后artimizer再去更新wait 这样 所以这节步骤就是标准流程 gradient 然后去算新的 算出计算新的label 然后算loss 然后backward 然后artimizer更新这样 这就是标准的几个流程 然后这边是一些记录的过程 然后这也是把一些提示讯息印出来 然后再来这部分是做validation 就是 就是拿另外一个资料机来 然后顺顺看一下现在的 model的效能是什么样子这样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先把model 切换成另外一个模式 然后就是叫他表去算规点 就是这步骤是把那些 方转面的数字都锁住 然后这部分就是叫他表去算规点这样 好 然后这边就是先设一个空的 就设一个空间 让等一下可以来存东西这样 设一个空间等一下来存东西 好 然后这步骤是跟刚刚一样就是把img跟label取出来 然后再来是把 然后再来是把 把旧的pd跟 把新的pd跟旧的串起来这样 就是刚刚有一个空的 然后现在就是一直把 新的pd一直把它串到上面去这样 然后这也是一直把 刚刚读进来的label一直串上去 ypd跟y这样 然后之后你需要把这个y 从这个n1的形状再称n6 就刚刚有六个class 所以你必须转成这个形状 等一下才可以算这样 所以这边用刚刚没有定义的这个to1 它的这个function 然后之后我会 所以你需要再对这个modelpd出来的数值 因为这个会是一个 那个 几率值 然后你需要把它进行一些转换 然后这边是用softmax 可以给它做一个转换这样 那它之后才会变成一个是0到1的几率值 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pd的 算这个几率值跟真实的label 去算AUC 我们使用这个computer 还有OCAUC的function去算 然后你可以把一些 暂存结果通通删掉 那这边是记录一些AUC 然后把最好的model记录下来 这一行是把model的结果 model现在的状态 然后出称 然后跟出称名称这样 然后最后就是把最好的结果运出来 然后当你执行完这个 它下面就会开始跑 一长串的这个training的结果 然后最后就会跟你说 现在的AUC多少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使用的这个质量其实是 它样态差别很大 所以这个model 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training 很好这样 然后上面这部分就是 基本上我们training的流程 然后就是你可以去更换你的image 跟你的label 然后来测试看不同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说 你的那个东西到底好不好测这样 好 那再来下面这个是我就把过程中 它label的下降跟label的AUC怎么上升 就把它画出来 这个就是label的下降跟AUC 它是怎么上升的 你可以看到其实在第一个它就已经非常准了这样 因为这个资料其实很容易做 好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刚刚的 训练好的model再把它载入 然后把那些数字都锁起来 然后在表算grading的情况下 然后把资料 test的资料都出来 然后让它去算一下这个pditor 然后最后让它去输出一个报告 就是可以看出每一类的这个position跟record 然后跟f1是够 然后跟这里面有多少个资料 资料所构成这样 你可以看到每一类其实都蛮准的 你可以看到确实7t 还有record到1这样 然后其他都 其实数字都很高的这样 好 然后刚刚有提到一个f1是够 f1是够其实算是position 跟record的一种调和平均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f1是够 就同时衡量这两个 就是其中一个d的话 那f1是够就会d这样 f1是够算是可以同时参考两个数字 算出来的一种新的matrix这样 好 那大家就是可以回去调整一下你的dataset 或者是过程中的一些参数 然后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之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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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